孙悟空与天火机器人相比较谁强谁弱 一边是被当年压在五指上 有着高超记忆 齐天大圣孙悟空 一边是熊出摸大电影中的最强反派 来而旷打造的终极武器 天火机甲 这两个放在一起相比较 谁能更胜一筹 说到齐天大圣孙悟空 都能给普通的小角色瞬间吓尿了 更别说与悟空过过招了 所以啊 没有绝对的实力与自信 可千万不要来招惹悟空 因为悟空的法天向地形态 在怪兽的圈子里 怎么地都是个终极大boss级别的存在 普通的小趴菜完全就是一脚一个 这么看来的话 那得有多少才能够悟空踩啊 而且悟空还有一个最强看家本领 那就是钻进你的肚子 让你恐怖欲生 那么另一边的莱尔矿打造的终极武器 能否与之一战呢 天火机器人的身体组成就是莱尔矿 所以悟空的钻肚子本事就彻底废了 完全没用 莱尔矿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 使得天火机器人高枪不入 火力满格 而天火机甲防御方秘堪称无敌 即使承受火箭筒的轮番攻击 也能够在一瞬间恢复原样 那么当天火机器人对上孙悟空 能否一战呢 在大电影中 天火的覆灭是因为 熊二变身成为石甲熊之后 以自身绝对的力量将天火瞬间摧毁 最终给天火绝对一拳 就将其瞬间毁灭 但这时就有机制的小伙伴说了 男神啊 小了 格局小了 明明有更为厉害的攻击方式 为什么非要悟空从到肚子里去呢 有道理 如果悟空用斗战圣佛形态对战天火 那么一棒子就能打死天火 如果悟空用法天相帝形态对战 那么一脚就能踩死天火机器人 这时的天火机器人哭了 哭得很伤心 难过的说到 原来到了此刻我才明白 我就是个小怕菜啊 所以最终悟空完胜